台湾一家筹备中的新传媒网罗勒多位离职 退任称在国安军情特警调查局等领域的首长官员 背后最大的金主还是亲中国大陆的台商 这家新传媒就是大事链传媒 背后的政商实力相当的雄厚 根据自由时报报导 曾发表支持九二共事一中各表的文章 今年还随同台湾前副总统连战 赴中国大陆的商界人士庄丽萍 近来积极布局传媒领域产业 将在今年底成立大事链传媒 令人瞩目的是 庄丽萍已经延览前台湾国安局长杨国强 前国安局副局长郭崇信 以及曾经担任国安局特勤中心副指挥官的 前军情局长张堪平等人加入了工作团队 这在政治圈国安军情圈子内引起了极大的震撼 消息指出 庄丽萍筹办大事链传媒时 一度找来前中央社董事长陈国强担任执行长 陈国强为此还曾经拜访各界专业人士推荐大事链传媒 不过陈国强日前受访时表示 他已经在日前离任 对于大事链传媒相关事项不便回应 除了阎兰前国安局军情局长之外 据了解调查局某位卸任处长及官员 以及在海军拉法业建避案中 招判刑的前海军上校郭立衡 都曾经参与大事链传媒的筹备工作 但已经在日前离任 大事链传媒的核心团队人士日前也证实 杨国强、郭崇信、张堪平 适应大事链传媒总裁庄丽萍的邀请 而加入了这个团队 杨国强担任总顾问 郭崇信和张堪平 也分别以各自专业担任内部要职 这位核心团队人士表示 大事链传媒是要创设一个各方 都可以发表意见的内容平台 并引进区块链的科技 打造一个教育平台的内容产业 他也强调 没有预设立场 纯粹究识论事 不分蓝绿 国安局对此回应 国安局人员退休离职后 依法附有保密义务 以及出境管制等相关限制 国安局都会提醒 应该遵循上海法令 共同维护台湾安全 对于杨国强 郭崇信两人 合法继续在其他领域 发挥极力 贡献社会 国安局也表示尊重 以上为新闻时事报 张若寅的整理报道 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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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人